好 规则都听清楚了 接下来王牌家族队 请到场景当中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接下来 Baby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Baby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好 Baby吗 好 A站长已经跟大家打完招呼了 接下来 你们可以在这儿 对A站长提问 Baby的生日是多少 2月28 花花 我能听你回答一下 刚才那个问题吗 你听到了吗 没事了 两千年2月28 可以啊 可以 那 跑男如果要换掉一个人 你打算换掉谁呢 我吗 他没说呀 那肯定没说呀 那你也听不着他说了 说呀 说一个嘛 他说换郑凯 换自己 他说换自己 这浮夸的演技 换自己 换自己 贾玲 确实是 确实是 确实是说着换自己 那你能告诉我 Baby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吗 Baby 快说 快说 哎呀 哎呀 一个边都是细经上身 你的宝宝叫什么 什么 中华镇样这么刹那 什么 叫什么再说一遍 这也可以拍照 换下一个吧 小海绵 小镇长 你问Baby为什么叫小海绵 她说因为就是有个动漫海绵宝宝 然后很可爱 还有什么 小涂还挺聪明 没呀 这一个个都挺演的 还还有说因为 因为很柔软 为什么是很柔软 太像了吧 演的 因为刚生下来的孩子 应得特别少 Baby在合作过这么多的 男演员来讲 他最喜欢和谁在一起合作 不能说黄有名 你 他没说合作 他就说你 Baby你换一个 我这样说 Baby你能听得到吗 还是只能我能听到你的 对 人说要合作过的 谁 吸睛上神了 花花 花花先说 那必须是沙姨老师 因为她牙白 那必须是沙姨老师 因为她牙白 那谁呢 沈能 她说她最喜欢的 最欣赏的 最想合作的男演员 还并没有合作 是我 天呐 你怎么还把花扔出来了呀 沈腾那肯定是假的 说我这有可能是真的 这咱基本知道了吗 是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们可以缩小一下范围 先排除两个人 那还用排除吗 那谁都看出来了 那俩是假的 我俩其中有一个真的 那谁让你把你俩留下吧 对 沙姨老师 你在干什么 对吧 后悔去吧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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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回来吧 画好 回来吧 贝贝最近最喜欢的 一个眉甲款式是什么 沈站长回答 最近最喜欢的就是 有一个爱心在指甲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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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的 要暴露了啊 要暴露了啊 没图案的 没潮风的 别闹 别闹 这个包袱硬的哟 过度没潮风 刚才过度就确实有点硬了 现在可以问最后一个 关键的问题来确定谁 真正在和A站长通话 你最近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 他说最近 就在厕所里面 就是自己练唱歌 好 沈站长你听到的信息是 那那那这种事你可以不说 你快 你快 没有 像小海绵 教他什么挖沙子 挖什么小螃蟹 你不可离了吗 上哪儿挖沙子 那个就是 只是到虾边 对 在上海应该不挖沙子 阳台 他在阳台上挖的 刚才说了 我再帮你们多问一个 请问贾琳和花花刚才听到的 A站长说的 最近在做的特殊的事情是什么 再说一遍 真的是 真的是在挖沙子 种地 种鸡毛菜 你确定吗 真的 这个 能实现吗 太能演了 我特别演 太能演了 他说 种地 种鸡毛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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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 我也觉得这个答案很奇怪 但他非要说是这个答案 所以你们要最终确定一下 谁是真正和A站长在通话的人 我还是选择小童 我 这个慌乱的表演 加个鸡腿 这样 我身上有几票 我看看 没有 没有 什么 什么 堂堂 您睡会儿 去拉黄包车 我身上没有票 贾琳 贾琳身上有几票 来一票 来一票 也没有 上车 长官 所以最后就是小童和花花之间 你们选择什么 我们选择花车女 我 我 我只能跟他们走了 选花花 原因是 让她选择一个 最 最喜欢合作的男艺人 花花说的 答案是我 三米最终 选择的是花站长 接下来 我们将把A站长的话筒扩升 请她发出最终指令 进行验证 走到舞台中间 对着天上喊 宝贝 你是我的偶像 一 二 三 宝贝 你是我的偶像 是花花 哎呀 这一轮被猜出来了 目前双方比分一比一 接下来下一轮 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三环节 演技考验 本轮考验的是 各位特工的伪装能力 两队要根据指定要求 花式来演绎 叠战经典元素和经典的桥段 我们请著名编剧 贾东严老师给我们来 云出题 请贾老师上线 哈喽 叠战剧呢 作为一种类型辨识剧 它凭借着自己残酷的氛围 以及推理伤脑的剧情 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它主要有这么几个套路 一个是街头暗号 一个是审讯心战 一个是双雄对峙 街头暗号 要求所有听到的人 都能够不产生怀疑 但同时你的语言 又能够完整地传达给你 街头的对象 今天这个题目呢 我想就从街头暗号先开始 情境是一个菜市场 要在买菜之中 把信息传递出去 需要传递的情报内容为 三十九军有内鬼 一共三人必须铲除 得在买菜的过程当中说这个 让人别听出来 你们再对暗号 那这些暗号又该怎么传递呢 三斤九两 军毅两位校草先搭一个这种情报的传递 怎么样 这 这 这 杨阳也不在 叫谁呢 这 我俩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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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爷爷演技的时候到了 你传吧 你给我传 我是在这儿接收着 你们的情报 来 瞧瞧看一看啊 新鲜的萝卜啊 大白菜啊 都是新上的啊 要点菜吗 怎么就你这一份卖菜的呀 这是个公务 对啊 怎么就你这一份卖菜的 过去要点西红柿 放上放 要几个呀 你就放吧 放 什么态度 四斤了 四斤 多少 稍微拿一下点吧 多少 三斤九两 行吧 就它吧 好好好 那三斤九啊 你等会儿 我给你装上 先别装 怎么呢 你这仨柿子上 这仨窟窿 这啥呀这是 里面这有内鬼啊 这是 抓住他 抓住他 糟了 我刚才那段是按洋洋的那个思维 我现在这把我按自己的来了 来 买菜了 看看啊 都是新上的菜啊 这一段 这一段跟刚才如出一辙的表演是为了 别放了 怎么了 要多少 不是啊 家里没那么多人 三斤九两 行 放上吧 三斤九 啊 是三斤九 哎哎 等会儿 你这 藏得挺深的 你这茄子都有内伤啊 我喝会儿去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有啊 真酷 哈哈哈哈 你这三个情组 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 呸呸呸 呸呸